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刚副业的金融市成功市场 再传有摊伤确诊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这一次确诊的摊伤 与先前三名确诊摊伤 都属于猪肉摊 因此就下令 所有市场贩售 积压鱼肉的摊位 一类比照看妈店于是 采取两兆一套的 高规格防疫措施 同时也禁止采满民众 用手来触碰肉品 而成功市场 6月4号才开心 副业的成功市场 又包出有摊伤确诊 金融市长林又昌 在记者会上表示 按11454 在先前快30 呈现阴性 结果6月6号看诊后 PCR筛检确诊 中间相隔16天 超过正常隔离的14天时间 那为什么会在 16天之后 然后有发病的一个症状 那我们疫调人员 也正在厘清当中 那这一点我们已经回报 CDC 那并且请求 更专业的一个资源 来厘清 这个个案 它到底是 什么一个原因 跟状况 那之前成功市场 有三家染疫的摊伤 分别是案3085 案3519 以及案5208 那后来疫调的结果 这三个摊伤 都是猪肉的摊伤 都是猪肉的摊伤 所以今天这个案 11454 是成功市场 第四个猪肉摊伤 的染疫的一个案例 由于这已经是成功市场 第四位猪肉摊伤染疫 因此除了再次宣布修饰外 金融市政府也扩大 匡列猪肉运送 及去股人员 并对成功市场摊伤 进行扩大PCR筛检 牛昌更下令 所有市场贩售 生鲜肉品摊伤 一律比照 摊伤丁鱼市 采两兆一套的高规格防疫 也要求采买民众 不能用手触碰 摊位上的肉品 金融市所有传统市场 贩卖 鸡鸭鱼 猪 牛 等 生鲜肉品的摊伤 即日起 一律比照 摊伤丁鱼市的防疫规格 采取 双兆一套 也就是口罩加面罩 以及防疫手套 的防疫措施 来提升整个防疫的 这个要求 另外 从即日起 到菜市场 买菜的所有民众 一律不准 徒手的去碰触 生鲜的肉品 我想我们看到了 生鲜的食品 这部分的一个 疑虑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另外基隆在6月8号 新增8期确诊病例 其中有4例 属于养护机构工作人员与住民 那8例的里面呢 我们大概分析起来 护理之家 大概有2名工作人员染疫 然后有一名住民 那总共是3人 另外是养护之家 有住民1人 因此基隆市政府也将持续要求 养护机构做好工作人员 个人防护 及分舱分流等相关防疫措施 避免成为疫情破口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北台湾最大的渔市 Kamadin 全力防堵疫情 新的措施 双照一套正式上路 摊贩及民众大多愿意配合 而自治会在现场准备500个面罩 让没有带的民众 用成本价购买 短短一个小时 全部卖光 岁政府人员在渔市场里高举看板 提醒摊贩和客人 除了要戴口罩 扫QR Code之外 还要戴上面罩手套 没有配合戴上面罩手套 通通一律燃下 因为从6月8号起 北台湾最大的渔市场Kamadin 正式实施双照一套的措施 实际走一趟 看板们面罩护目镜都戴上 这样的自主防疫 变成了硬性的规定 Kamadin市场从现在开始 就是执行双照一套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昨天有到现场回去看 包括摊商与来买鱼的消费者 都相当的配合 那我们昨天现场也提供这个面罩 那光如果没有戴面罩的人 可以现场购买 那手套也是 那我们昨天摊商消费者 都相当的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 不像其他的传统市场 用身份证尾数分流 Kamadin市场 采更高规格的双照一套措施 实施的第一天 这次会准备了500个面罩 让没有准备的民众采购 不到一小时全都卖光 这次会准备了500个面罩 那在一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 那这个买鱼的也相当的配合 都愿意带着面罩 配合我们双照一套的政策 进入Kamadin市场 新制度上路第一天 摊贩民众配合度还算高 如果摊贩消费者不遵守 会依传病防治法办理 最高开罚15000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八斗子有船员症的外籍渔工 大约有500人 疫情爆发后 过去帮忙的卸货渔港看不到了 渔船雇主渔工都怕岸上呆久 有感染风险 基隆八斗子渔港 船员忙着帮船体擦油漆 一旁的外籍渔工修补渔网 都有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就担心这些外籍渔工 成了群聚的高风险 保持距离 最好是保持距离 大家都不要这样 对啊 我们也是船只 我们很怕 等下船就要出港了 过去停满船只的八斗子渔港 在疫情爆发后 每天进港船只 都减少靠岸的时间 往往清晨6点就加满游出港 因为外海空气好 避免进港有感染的风险 那这些船主也很配合 他们进港以后 也怕这些渔工出去 所以他尽量不让他们出去 而且他们出港时间都提早了 尽量真不好以后就马上出港 像这两个礼拜都有 六点半早上六点半就 预业要加油 他们加油就马上出港了 不像以前的话 拖到下午拖到几点 他们现在这两个礼拜都有 六点半就预业要加油 加油他们就马上出港 而疫情开始后 渔工除了工作 都很少看到在岸上移动 或者聊天 对啦很少上来啦 他上来这个开口上 市政府海巡人员还有渔会 都会定时不定时的到渔港去巡查 那督导看渔船渔工有没有做好防疫措施 包括戴口罩 戴口罩还有做好社交距离 不能群聚等相关的作为 担心外籍渔工被感染 渔船雇主都很谨慎 做好各项防疫 就怕渔港里的外聚员工成了下一个防疫破口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全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筛检效率成为防疫的关键 基隆市长林悟昌与基隆长庚医院方面 共同宣布引进了全自动新冠病毒检测机台 PCR裁剪量 从原本一天140例增加700例 裁剪结果从三天缩短到三个小时 我们会做一个电脑的自动体会 确认说我们的一个检体 检体的一个 一个转移的过程中是正确的 基隆长庚医院维生务组组长黄国炉 在工作台将检体先预作整理后 就放进机台内部 由机器手备执行一连串的检体萃取及检验工作 这是基隆长医院最新引进的全自动新冠病毒检测机台 透过自动操作方式让整个PCR裁剪量能大幅提升 不但扩大检体处理量能到一天能处理将近800例 更将等待裁剪结果时间从三天大幅缩短到只要三小时 它是全自动化的一个作业 也就是把我们传统必须要手工先做核酸的萃取 这个动作整定到流程里面 那核酸的萃取以及整个反应的进行 还有反应后的检测的侦测是一条龙全部作业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特点是在于它的时效可以比较缩短 那除此之外除了时效缩短了 它的检测的量也可以提升 那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检测的准确度的话 跟其他机器提起来的话是毫不遜色 那这个扩大筛检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没有症状的病人能够提早的把它筛检出来 隔绝它的传播链 所以对抗疫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我相信对基隆的防疫的工作 可以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因为之前我们基隆的PCR的一个能量 刚刚在讲 在长庚医院是140一天 那在布基的话是200 200例一天 所以两个加起来也不过就是 340例的这样子一个能量 但是今天这一台新的检测机器进来 单单是这个机器就可以增加至少一天700例的检测的能量 所以是增加了大幅增加了差不多5倍多的一个量的 卫生局长吴泽成补充说明 目前基隆是采取扩大筛检机制 把匡列范围扩大 疫调追踪到发病前14天的密切接触者进行PCR检测 快筛则是扩大筛检 只要市民自己觉得需要筛检就可以预约 希望透过严密的筛检作为有效控制疫情 记者张奇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特别结合了地内甄悬公地爷会 分别制证上百个爱心便当和饮料 力挺部立基隆医院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负责全市消毒的环保局清洁队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特别结合地内甄悬公地爷会 分别制证上百个便当 力挺部立基隆医院第一线医护人员 以及负责全市防疫消毒清洁工作的 环保局清洁队员们 感谢他们的辛苦 最近这个疫情 然后各行各业也很辛苦 医护更辛苦 所以我们就尽一点微薄之力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定内甄悬公 他们有这个这样子的爱心和感动 来支援我们最前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属立医院 我想真的是一个发砖引玉 也鼓励我们社会大众的爱心 大家一起来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让基隆有爱 家家都能够蒙福 对于来自议员联恩典 和民间力量的支持 以及力挺 部立基隆医院和环保局清洁队 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今天很感谢联恩典议员 还有那个我们的征选工 他们为了我们医护人员的中餐 帮我们想到饮料还有便当 真的很谢谢你们 我们会更加努力 谢谢 市议员联恩典呼吁各界 一定要挺住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之外 也要鼓励支持 同样站在前线的清洁队员们 共同防疫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金融市议员全宜 特别结合了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侠客肉虫锅 为医护人员变换中餐口味 分别制赠60个县主热腾腾的火锅 给基督医院医护人员 以及90个县主火锅 给后县卫生局的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激动市议员陈宜 特别结合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侠客肉虫锅 贴心的为医护人员变换中餐口味 分别制赠60个县主热腾腾的火锅 给基督医院第一线医护人员 以及90个县主火锅 给前线的基督市卫生局人员 力挺卫福部基督医院第一线医护人员 以及负责全市疫情调查和疫苗接种规划等 业务的卫生局人员感谢他们的辛苦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基督市卫生局 以及我们基督市布立医院 辛苦第一线的防疫童儿们 那希望我们国人呢 国人们可以做好防疫 就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最好的加油打气 因为只要我们做好防疫 他们的业务量就会比较少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提医护人员 一起来合作这个送火锅给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线 来鼓励他们 那因为协会长期就有在照顾我们的 社会上所需要的族群 那透过这个活动 希望可以带给社会更多的温暖 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路上不孤单 对于这份爱心和贴心 基督医院和卫生局都表达由衷的感谢 真的帮我们做了热腾腾的 让我们满心感谢 而且让我们更有力气 更有力量来面对这个病毒的考验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市民也一起来抗疫 一起来保护自己不要出门 谢谢 在这么百忙之中 想到我们卫生局在同仁的一个每天加班 然后吃不饱 又很累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暖食 让我们真的是暖胃 暖度 还有暖心 然后有更强的一个往前帮大家做防疫 还有防止疫情发生的这方面的一个防疫工作 谢谢 为了让医护人员以及卫生局人员都可以享受到热腾腾 而且不会过熟的火锅肉和菜料 市议员成衣和薄荷关怀协会以及火锅店业者 采取在店里面全面开锅烹煮 以及边煮边送的策略 就是想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向前线的抗疫英雄们致敬 那尤其是在我们第一线的这些医疗人员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 那我们只能就用这样最微薄的一个关心 来给他们一些温暖 市议员成衣呼吁民众力挺住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抗疫英雄们 共同防疫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我们基隆现在已经有五个筛检站 目前我们是优先提供给已经有疑似的症状 且与我们确诊公告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跟万华群聚案件的个案足迹 有重叠的这些民众来预约筛检 那预约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扫描QR Code 做线上的预约 第二种就是拨打快塞专线 0224283844 这是采取预约制 没有办法现场报名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各位知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 个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减少群聚的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这就是把病毒传播链 闪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 加强群查 不戴口罩就开发 口罩戴好 你我都好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同样属于高风险防疫人员的警察 虽然大都已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不过金融市议员杨秀玉仍然为警察的防疫安全 再加把劲 耗资五位数的经费 以帮警察局第三分局 装设全金融市警察局的第一面 灭菌门 让园警们在严峻疫情下 更安心执勤 在外面各种环境执勤的 警察局第三分局园警经过灭菌门时 原地慢慢转一圈 全身均匀喷洒 次律酸水消毒液灭菌之后 就可以更安心的进入警察局里面 而且进出警察局的动线分开 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吕芳毅 特别感谢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对园警的贴心和力挺 因为这个升级三级 我们执勤通人安全 是我们益座对我们最关心的 今天谢谢我们杨秀玉仰议员 特别请厂商来加装这个防菌门 让我们同仁不管出勤 还是出勤回来 都更加一层的保护 我们这边感谢议员对我们的支持 跟照顾 谢谢杨秀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严峻已经变成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 同样属于高风险防疫人员的警察 虽然大都已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不过机动市议员杨秀玉仍然为警察的防疫安全再加把劲 耗资五位数的经费 帮警察局第三分局 装设全机动市警察局的第一面灭骏门 要让远警们在严峻疫情下更安心的执勤 因为我在那个就是电视媒体 有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分局 他们有装这个灭骏门 那我去稍微去了解说 这个厂商的一个大概一些讯息 那么因为我们的警消医护人员是站在第一线 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 那因为我身为第三分局 第三分局的一个警友会的主任 那我们七堵男性市场可以说是基隆市人流最多的 那我们的基隆远警也可以说是接触的交叉感染 交叉感染这个区块可以说是 应该是最危险的一群 所以我特别帮他们争取这个灭骏门 来帮他们多了一个防务措施 也让他们更保障他们的安全跟他们的健康 杨秀玉强调除了警三分局本局之外 接下来将逐一帮警察局第三分局 在七堵区和暖暖区辖下的七个分住所 都装上这种灭骏门 让更多在外执勤远警更安心的回到办公室里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下的国三毕业生可以为防疫做些什么事情呢 要带你来看明传国中师长出了一项九年级毕业生的家庭作业 就是在家拿着祝福加油小雨拍照 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加油 没有想到就有学生作词作曲 搭配家长会副会长剪辑的影片 让师生好惊喜 期待透过这暖心的影片 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台湾加油 明传国中学子用唱的唱出新声 将老师赋予的作业精神放大 周滋瑜作词作曲 邀请同班的四位同学各自在家入唱 运用在校所学的资讯科技能力进行编辑 希望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最大的支持力量 看到这个影片我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我们九年级同学 在会考完以后刚好遇到这样的疫情 那么他在家里面 他们除了会照顾自己 会自律待在家里以外 他们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想到社会上有一群在照顾所有的人的这些医务人员 还有所有在家的人 他们付出他们的关心 在电视、媒体及网路上 看到许多人尽自己所能 以真正物资、住宿及食物等方式 来感谢防疫人员及医护人员的付出 身为学生的我 虽然没有办法以上述的方式来表达 只能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所以我写了一首送给防疫及医护人员们的歌 歌词里加入了感谢他们的话 也阐述了大家的辛劳 也希望可以藉由这首歌 让大家看见台湾的疫情及防疫 资鱼的自创曲获得好评 全校师生、家长及各行各业工作的毕业信友 纷纷热烈响应 民传国中团结防疫台湾加油的活动 辅导主任刘朱霖 邀请家长会副会长来协助影片剪辑 真的要跟各位一线的防疫人员们说声谢谢 防疫优先至于第一 同时也透过孩子歌声 为第一线的看护人员、医护人员加油 推动有序的防疫新生活 尽管没有办法参与毕业典礼 但这首来自第一线的坚强 将学子的心串在一起 把这股台湾加油的暖流传递出去 台湾加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 各级学校停课到7月2号 台北市政府寄出配套措施 取消期末的职本考试 改由各校的线上评量或者是多元评量 另外也不能举办实体的毕业典礼 毕业成绩及毕业证书 将会以邮寄的方式送达给学生 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台北市政府也同步宣布 各级学校补习班社区大学等 停课到7月2号 期末考将取消职本考试 采线上多元评量 并取消实体毕业典礼 说停课到7月2号 我看那就是直接到暑假去的 所以我们就停课到7月2号 那这个学习的期末考 大概也没有办法做实体考试的 所以那个是要线上评量 还是要什么调整 那就授权每个学校自己去处理 那原则还是停课不停办 我们学生的基本照顾 可以给他做到 还有点特别叮咛 实体毕业典礼就不要办了 这个还是群聚 所以这个就 拜托不要耍大牌 这个人家说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毕业典礼就改线上办理 另外幼儿园6月将不向家长收取月费 以收费者也应按照规定退费 而至于幼儿园附设课后照顾中心 补习班以及安亲班 则依胜于天数比例退还款项 那我们的幼儿园6月 原则上就是不收取月费 就不收取了 那如果收取的要按照规定退费 那另外包括幼儿园附设课后辅导 照顾中心 补习班以及儿童 课后照顾服务中心等等 这些呢 原则上也都是 如果他们缴了费用 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按照比例 那么来退费 教育局也表示学校暑期 应对也一律取消或延后 并视疫情做滚动式的调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